欢迎锁定我们未来电视网 马上来进行是我们SF2的超级强者雷台赛 第一张地图是我们死亡月台 是这张地图我们可以看起来是一个爆破任务 上面的部分在左边的部分是 逼点任务区在月台的二楼的位置 那么在右边的小地图的部分 是一楼的一个A点任务区 那么这张地图其实对于工方来讲 会比较略有优势 因为主要是因为防守点这个地方 A点的部分它有一个三叉口 这边的一个防守其实不好防 包含会被炸被烟给挡住 或者是被机枪给灌 或者是在远距离的时候 人家会丢飞幅过来 也有可能在一些地方你要去看 因为你要去看你还没有放包 那你看的时候有可能就被飞幅给飞死了 是的 那我们首先很感谢我们说 这个热爱SF2玩家耐心的一个等候 那我们刚刚在我们前段 原本是因为系统的一个设定的问题 所以我们让星海争霸2先进行了一个比赛 那在我们星海争霸2比赛告一个段落之后 马上就要回到我们超级强者楼台赛的比赛现场 是的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挑战队伍 A时他们其实已经是第三次 前来这个位置这边挑战了 那么前两次其实他们在之前最早之前是对上PTM 那时候当然是没有挑战成功 接下来他们其实有对上SNS Plus 这次对我 在那一场比赛其实他们有打到 所谓的死亡月台 他们在这张地图打得还不错 8比6是先击败SNS 可是在后面的两张地图 包含空军屋起地是输掉比赛 所以他们还没有能够成为擂台组 这一次是他们第三次来挑战 那么包含这一次他们其实有 合并了SOL这支团队的两位成员 包含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画面这个是张修华选手 还有另外一位是张立伟选手 这两位选手原本是SOL的队员 他们现在合并之后 其实现在的五人可以说是黄金阵容 是 所以其实他们在赛前 他们也没有说很… 他们也没有很骄傲 所以我们就是要来干掉 尤一闪电洋队了 但是这个司马昭之心 这个路人皆知 大家都知道 现在目前尤一闪电洋队 是我们国内其实各个 SF2的玩家 都想要挑战的一支队伍 尤其在我们网银国境的队员 这支队伍可以说 对我们台湾电子的经济运动 真的是相当的用心 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队伍术 以及他们队员这种选手 最好的照顾 尤其他们每个礼拜 像这一支我们SF2的队伍 他们每个礼拜 是由公司派的专车 负责从台北台中 这样再做一个接送 所以真的也很感谢 这个网银国境 对于我们台湾电子经济的一个用心 当然也希望 有更多人的一个投入 让我们台湾电子经济的环境 能够越来的越蓬勃 越来的越茁壮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包含像S&S Plus这支队伍 他们也算是办职业 还不到全职业 但是也算是老板也是蛮照顾他们的 其实他们来比赛 那也希望有更多的企业来投入 那包含之后有一个 这个六都的职业对我们刚才有提到 那真的也是 现在这些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选手 都是历经好几次的一个失败 还是来挑战 像S就已经三次了 上次甚至有一队是像Newman 四次来挑战 但是都没有能够成功 但是这就是累积经验 对 而且还可以看比赛 然后学一些战术 而且最重要的是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些选手对于他们这种 对于这个电子竞技的这种投入 跟他们的用心 以及他们的热情 那我们也希望呢 透过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赛事 那能够让这些选手呢 真的能够有很棒的一个 发挥的一个空间跟机会 以前包子就少了一点机会 对 身不逢时 这个非常可怜 在我们之前的那一个年代的话 是没有那么多的比赛 所以一年大概一次到两次 那么所以是比较辛苦 那么也必须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就是一边比赛一边工作 对 没有办法无后户之忧的来比赛 对 那不像呢 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这种 像我们六都的这个六支队伍 选拔出来之后呢 每个月呢有固定的薪水 而且呢还有呢 专门的一个教练 那背后呢还有很多的这种 一些赞助啦 能够可以让你再来做这个 电子经济这项运动的同时呢 你真的没有后顾之忧 我记得以前呢 你们都是这样子到处去打比赛 而且比赛其实也不多 那有时候呢 奖金也不多 然后有时候一个比赛呢 可能呢要花费个几天之后 但是呢 为了那几天的赛事呢 他们曾经呢 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然后也没有好的一个好的环境 没有一个专属的环境 那每个人就是要到这个网咖里面 然后跟几个朋友约好 然后一起来做一些团练 对 没错 是比较辛苦啊 但现在 我觉得对他来讲 最幸福就是有这个例行赛 有舞台可以打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以前就是你练 但是没有比赛还打 有时候呢 以前呢练得很勤 但是呢就是因为一个比赛 其中的某一场 一个疏忽之后呢 接下来似乎呢 他们你们前面几个月的一个练习 好像就有点付诸流水 所以呢也让了很多 其实早年的台湾有很多的这种 电子竞技的一些好手 都是在这种 环境呢没有来的那么完善之下呢 变成了很多人都就很快就 算了算了算了 结果呢就慢慢的失去了 对电子竞技的热情 那我相信呢 透过呢现在有这样企业呢 这种大力的支柱 然后呢给予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 我希望呢能够呢 能够支撑大家的热情 继续的燃烧好不好 燃烧你们的小宇宙 对 包含这个想要加入职业选手的 这些选手们啊 每个礼拜现在目前都还有 这种王咖赛 所以你应该是多多来去报名 多多磨练 看有没有机会 可以来到我们这边挑战雷台主 当然有可能你 这个一开始可能练的状况 并不是那么理想啊 所以有可能会挑战失败 但最重要就是 你对这种要有热忱 是 每个礼拜都报名 每个礼拜都来打 那么你就会被看见 你就有机会可以 加入到我们的职业队 记得呢我以前呢 在参与的这些赛事的时候呢 以前大家很多都是瞎打 对 然后呢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可以观摩的 因为在以往的环境 说真的没有来得那么好 那包括呢 这种在游戏的设计当中 或许呢没有来得如此 这么齐全喔 那以前呢 这种通讯的工具 也不像现在呢 这个很方便 大家在线上就可以呢 互相的做一些沟通 就算呢没有办法呢 这个同时呢 待在同一个环境当中 同一个空间当中 但是还是可以透过呢 这种线上语音的方式呢 来做一些战术的研讨 说真的以前呢 真的就是猫起来瞎打 然后呢在家里面呢 这个跟自己的队友 在打比赛同时呢 又不好意思 也不敢的拿家里的电话呢 去跟对方讨论太多 因为呢 爸爸妈妈就在旁边 好 那如果呢 你们是讨论功课的话 都还没话说 如果呢 在讨论这种游戏的战术 在我们以前的这个日子当中 应该很容易被家长 海黑一顿吧 还没有抱对方的头 早就被呢 自己的爸爸妈妈抱头了 所以呢 很开心 有你们这些呢 前辈们 这种的披荆斩棘 把这块路 总算是有点打开了 好 那么比赛的即将呢 要正式展开了 那么目前呢 双方呢 这个两支队伍呢 这个十名选手呢 都已经进到呢 这个比赛的这个现场了 对 但是这个回合 我们可以看到 在分数的上面 因为 它是一个 第一回合应该算是不算的 第一回合是不算的 所以我们看这个大比分 不要看电脑比分 看我们呢 这个由我们幕后呢 辛苦的工作人员呢 为大家呢 投入了一个比分 是的 这一波直接打一个三叉 我们可以看到进攻方 非常快速的过去了 哇 红色二号是谁 SJ啊 对 一上去就打了两个啊 那在上半场呢 是由我们游一闪电两个呢 担任的是我们进攻方 好 1比0 很快 哇 而且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最后SJ是一个一打三 任务开始 起来 把刚刚呢 这种等待的这种 累积的能量 完全呢 在第一个回合就发挥了 对 特别要注意 刚刚对于这个防守方S来讲 是一个警讯啊 因为你在这个三叉的一个防守 基本上是 SJ过来就被吃掉两个了 所以这个其实也变得说 这个防守会在这个地方 会变得非常敌感 你到底要怎么应付接下来的防守 这边呢就是呢 刚刚这个视角应该就是呢 在做一个灌场对不对 没错 这个点可以关到三叉 你敢在这边蹲着看 或者是直接架枪的话 你就会被穿到 那么当然对于这个 SJ来讲的话 三叉的一个防守 在接下几回合都很重要 因为有一三叉 一定会尝试再打三叉 因为你刚刚三叉 防守有点太弱了 这进去的时候两个就掉了 那攻方有可能在未来的每个回合 都会再尝试打三叉 好 现在呢 师傅呢刚刚呢 这个几个三叉口呢 哇 现在攻方已经从三叉 这边要进来了 这边是做一个 哇 狙击啊 狙击放包啦 我们狙击还摆在 低点 低点这边是做一个前压 防守前压 但是被CK给发现 哇 这一个 哇 唐姆刚呢也出一个一打二 而且包已经放了 所以这个时候胜拳手 蓝色三叉在二楼位置 所以也被打掉了 哇 是满血 满血 五个人 这个是玩头玩丰盛 500滴啊 对 对 当然 S我觉得有一个地方 就是他们是偏B的一个防守 就让你放爆之后 直接从B出来要做一个回救 但他没有想到 怎么狙击架在远距离 所以CK一开始就发现 你要出来了 先打掉一个 就后面的人接上来也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地形来讲的话 你从B线被看到 你就是劣势 这个埋了烟之后呢 马上强势的做一个突破 是的 这一个风格是 打得非常的犀利 非常快速 直接抢占到了B点 对防守方来讲还可以接受 现在是四个对四个 好 但是定时炸弹呢 已经完成了一个设置了 这边是双面包 从楼梯这个位置跟正面要做一个 压紧 有人来了 好 这个做一个互换 还有一个 汤姆这个时候用一个飞斧 直接把对方给打掉 狙击手要回防 这个很不容易 加油 还是被汤姆给打掉了 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回合 都是打三叉 这个时候S如果三叉这个位置 如果再守不住的话 那么这个分数就一路的 被游戏闪电阳给拿下 对 不要忘了游戏闪电阳队 他们的这个大本营是在台中 他们似乎在赶下班 对 好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蓝色一号位置 特别是在二楼 应该是在前段的位置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波 游戏闪电阳是选择从二楼 做一个突破点 在互灌 被灌死了 被灌死了 对 被灌掉了一个 被被狙掉一个 所以五个 打三个 好 爱通的位置 直接往前挺进 夾到 CK狙了两个 小龙 灌了两个 三个 机枪打三个 哇 这个有点厉害 因为一般来讲 机枪它这个比较重 所以它移动不灵敏 对 它是属于一个 这种所谓的这种重兵器 在移动的过程当中 其实呢 这个速度会稍微缓了一点 对 尤其我们可以看到 在SF2这款游戏当中 它的画面相当的逼震跟写实 所以其实它在一些所谓的这种 游戏的这种设定配备当中 其实也还蛮拟真的 你拿了机枪 你是不可能像说你拿了N4一样 这样可以进去很快速的去做转向 扫射呢 做一些快速的移动 这样还打三个 对 看它有多想 看它有多想 早一点回家了 对 而且这种机枪的话 你灌也要灌得够准 就是说每个人拿机枪都灌得到人 它也是要抓一个timing 然后算你的时间 你大概会在这个位置 直接一路灌下去 你才会死掉 要不然的话有的时候跑不掉 因为你灌了几位 它要赶快落跑嘛 对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速度放慢 尝试往B点 好 两个人推出来 好 哇 SJ直接的打了两个 直接做一个强点的动作 这时候防守方很难回了 打三个了 三个 有没有机会做一个S给SJ 这个是可以一打五 我们称为S 不是这个队伍S 好 定时炸弹的这时候呢 已经完成设置了 红色日号的SJ这个位置 被他们给打掉了 好 别说 不要啦 一打五 结果SJ一打四 一打四啊 包含第一回合的一打三 能想象SJ现在的KD 应该报高 刚刚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S是从B点做一个推进 但是直接就被发现了 也就是凸显现在S 他开始在做一些 比较极端的一个防守 毕竟三叉有点难受 好 这边是三叉上去了 好像一样挡下来了 不过B点这边要非常小心 这个是尾选手 蓝色二号 这边是撑住了 詹力尾选手 如果没有撑住 基本上这个回合 刚刚那个点又破了 对 又 可能这个回合又掉了 好 康姆这时候呢 拉到比较远距离的地方 先丢一颗烟 这个时候可以骗对方 骗对方 对 现在让他觉得说 我好像是要下来 这边去做一个放爆的动作 所以我先遮烟 所以飞幅那边丢了几下之后呢 好 再做一个转进 首方的一个阵型 我们可以看到三叉一个 二楼左边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直接遭遇 这边是打了三个 占力尾选手 发挥的相当出色 在死亡月台呢 我们S呢也率先了 总算在第六个回合破弹了 好 这一波我们可以看到 攻方的一个走向 是把速度稍微摆得慢一点点 好 这边二楼去做一个收点 那么这样的关键就是 你二楼还是要先做一个 清空的动作 不管你是不是要打三叉 好 看起来 好 CK在远去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位置 是架这个B点出来 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B点如果出来的话呢 可能就会被他打掉 对 被他先看好脚 而且你看不到他 好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位置 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 好 那一个位置呢 就是那个狙击手呢 在瞄B点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位置 在这边呢 大家也可以透过我们 我来电视网的这边呢 学习到一些技巧 特别是如果狙击摆在这个后线 看B点的话 有可能在闪电台的部分 会打一个 那西亚它本身它也是狙击手 在这边架着 二楼这边好像要出来了 会被这些发现 三叉这边攻势出现了 三叉这边尝试做一个进攻 放包了 哇 这没有人注意情况之下 直接放包 我看这个三叉的防守 是有点怕了 因为之前有被 对 因为前面几个回合 三叉这个我们游鱼闪亮队 那边打得实在是太好了 好 这边B点出来被发现了 被打掉了 二楼直接做一个强行的推进 这一波手放很难再救了 换小枪 小枪还打掉它 CK 二楼二楼 二踢二踢 好 这边是蓝色一号位置 已经在接近包点 但是没有办法解包 好 上半场的比数就是6比1 马上攻手交换 江游AX担任在这张地图 算是比较优势的进攻方 但是在上半场这样的一个比数 对AX来讲压力会非常的大 好 一开始康姆被灌到 这个应该是被灌到 蓝色二号位置 你可以看到 蓝色五号位置 刚才是跑了在二楼的位置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红色三号的胜选手 刚才灌得满足 那么这一波的一个进攻 对于AX来讲很重要 因为分数的关系 如果你再输这个回合 对方就听牌了 对 就算是要灌死一个 还不错 汤姆还是逃不掉 逃不掉 一开始被灌了 你如果这个分掉的话 对方听牌 你就会心理压力 会显得比较大一点 这边不断的再灌墙 这边灌一些二楼位置 但二楼这边没有人 没有人做一个防守 所以应该是灌不到 蓝色四号这边是小1 先带走一个人 而且是满血 从B点推出来了 B点推出来了 攻方有没有注意 这时候攻方要特别注意 蓝色三号 背脊应该会有凉凉的感觉 但是还好这时候 往前推进有所掌握 对 是否要往B点 因为一楼位置 蓝色三号小1 已经在下面埋伏了 所以你这时候只能打B点 会比较好打 好 这个时候要不要再集结一波 先进攻 先说的贯点 但是里面并没有人 我们可以看到蓝色二号 四号是手要接近楼梯 楼梯位置 好 楼梯到不到 没啦 这个进来了 但是没有输出 后面没有再跟上 nice 这个打得有一点 我觉得默契上面不足 因为有两人先进 后面两个没有跟上 nice 各位 这个是现场非常的激动 nice 各位 这个是现场非常的激动 那是SJ的声音 那S我觉得有一个地方 就是说我们刚才 他已经进度到三叉了 尝试打B点 他有两个人先进B 后面没有跟 其实后面要跟 你要补枪 对 后面那个没有跟上 把原本你算是比较强边的 这种优势 反而就这样拱手送给了人家 四打三 进去先打两个 倒两个之后 变成二打三 被对方逆转 好 SEN这边呢 持续再做一个灌墙 这个号战呢 是我们三重呢 最强的这个射手 好 这边是往二楼推进 狙击架住了 所以 CK已经架住枪了 看一下C 要不要跟CK直接对决 在二楼位置 蓝色的一号 以及呢 是我们红色的五号 两个都是狙击手 好 这边跳出去 这跳出去被打掉了 CK中 打了两个 打掉对方的狙击手 现在狙掉了两个 好 这边是同归于尽 CK今天的狙击也是非常的准 对 他一个人带走两个 一跳出去 就把对方的狙击手呢 给打掉了 好 红色四号 这个Sniper的选手 先换了一个 这边还有机会 是不是看 又灌了一个 好 这边做二楼的一个推进 可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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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红色一号位置呢 是不是要做一个接应 红色一号位置 离得有点远 他其实是防守在B点的一个断后 防止防守防做一个推进 但这个时候 可能要做三个人的一个集结 或者是二一的一个包夹战术 哇 掉了 SZ拿G SZ打掉了 SZ拿狙击枪 SZ拿狙击枪 这减了CK的狙击 第一线打得不错 旁边就有步枪可以减 是要随时可以换步枪 这是非常聪明的一个策略 这个时候尴尬了 原本还优势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在三个人残权部分 S掉度得有点太慢 好 这个是判定问题 红归于尽 由一闪电阳拿下这一分 好 恭喜由一闪电阳队呢 就是以8比2拿下的第一张地图 那我们稍作休息一下 那等一下回到我们第二张地图的挑战 马上要进入呢 今天呢 三战两战志当中的第二张地图呢 一样是由我们S呢 所选择的极地研究所 是 这张地图我们可以看到 是一个夺取目标为主 那么你要在右边的小房间 这边拿掉目标物之后 工方要回到自己的出身点 左边我们俗称的打正区 那么这张地图 其实对防守方人来讲 是比较有利的 因为他可以选择 他的防守阵型 那么一般来讲 他选择的防守阵型 这个地方就是战场 比如他选择二楼 那么你工方进二楼 一定在这边就交战 你也可以选择地道做二支换家 或者是守在目标房这边 做定点防守 总而言之呢 守方可以决定他们的一个 防守的一个阵型 那么工方就比较复杂了 因为你要 你可能要 你的战术要非常细腻 你比如说你进二楼下 你可能要丢一颗闪进去 那么你还要去察觉 对方是不是直接 在这边就做一个战场 所以你要非常的 敏锐度要非常高 那么通常你过了大门以后中段 你有可能 对方可能会在目标物这边 做一个定点防守 但是他也有可能 从地道推出来 所以这个部分 就会变成说工方要派一个人在家里 所以实际 工方在真的进攻的时候 只有四个人 一个人是守家里 所以那你如果说 一开始一过的时候 又掉一个人怎么办 这个人守家这种要补前线 或者是他继续看着地道 这就是第二个问题 所以工方的战术的细节来讲 会比防守方复杂非常的多 是的 所以在这张地图 是由我们S所选择的 所以这个工守方先做选择 当然就是我们友谊闪电狼队 所以友谊闪电狼队 在上半场就是选择了 这个先担任防守方 他算是比较容易去掌控了 整个比赛的战场 究竟要发生在哪里 那其实呢 就说到了这个防守方 其实战有比较大的一个优势之下 那进攻方呢 相对来讲 其实他在战术的执行当中 就要更细腻 而且呢 再做一些所谓的 对上指挥官 这时候就很重要了 你怎么样去做一个应变 如果呢 战场是在二楼的时候 该用怎么样的方式 那以及呢 会不会呢 会来到呢 这个集地研究所 这个任务坊的一个地方 那又要做什么样的 这种转阵型 那还有一开始的清点 以及呢 这种所谓的情报的获得 这是担任进攻方呢 要获胜当中 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 对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观察一下 AS在过去的 这张地图的一个比赛记录 包含他们在先前对上PTM 也就是他们第一次挑战雷台组 那么这张地图呢 是他们所选择的 7比8输掉比赛 那么第二次挑战是 在跟SNS在对决 谁要成为雷台组 那么一样在集地的部分 是4比8输掉比赛 好 那我们比赛的正式展开 进攻方呢 这边看到的画面 就是我们进攻方 AS的一个 一开始他们是 手方前压了 手方有前压 对 值得注意的是 蓝色4号 蓝色5号 这个手的前面 但是地道这边破 不过还带一个 好 这边蓝仓的位置 发生战火了 蓝仓这边开火了 是的 不过这边是工方 还不错 有察觉 稍微察觉了一下 2对2的情况 2对2的情况下 对手方有利 你们可以值得注意 是蓝色1号 又在蓝仓了 但尾这个地方是没有血 有人在追 哇 这个追得不错 不管自己的血量 逮到机会 先把CK给打掉 我们看一下 湯姆的位置 湯姆其实他的位置 是在铁网区 包含接近蓝通口 这时候开爆破是正确的 前面就有人了 在蓝通口 我们可以看到 湯姆是往大门移动 所以张修华的位置 有点危险 如果没有发现 好险他进来了 如果没进来 有可能被湯姆打屁股 对 刚如果没进来 应该屁股就不见 好 我看一下蓝色3号 然后湯姆其实慢慢的 逼近尾的后面 张力尾的后面 所以他一拿包 有可能 湯姆就直接在爆破 这边钻进来 做一个偷人的动作 这边都没有人 是在他的背面 我们可以看到湯姆 位置在爆破 边边角角 爆破门口边边角角 收得非常的干性 可是这样也会 让这个工方的时间 慢慢一分一秒在压缩 是 现在时间的剩下 比赛时间剩下最后的35秒 好 拿了人物包 从爆破出来遇到汤姆 中 果然两个 这个 汤姆实在是 汤姆这个老屁股 真的是老屁股 人家叫老船长 汤姆叫老屁股 这个我觉得汤姆刚刚 而且他很有耐性 我觉得S有失误 因为他这个 其实你在里面搜 收点发现没有人 都没拨人 要人呢 你走爆破你要 小心他是不是在右边 他预设是什么 他预设对方一定在 达政区附近 他应该是 当时我相信的进攻方 应该是预设 他自在达政区附近 所以也没有采取两人小组 反而是一个一个这样送出来 没有收点 第一支其实应该是 跳出来往右 跳出来要先看一下对不对 对 其实他45秒还够 他可以先在外面先运回一下 出点声音 然后第一支出去往右转 看一下没有人 侦查一下 然后之后抢到地盘 再一步一步的往家里面做移动 这样才是正确的 因为没有情报啊 你就要合理怀疑 每个地方都有他们的存在 对 只要能躲人的地方 通通都不能够放过 对 好 第二个回合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回合 我们有一层量队呢 就比较着重在于呢 我们这个研究所的这个位置 对 包含两个人手地盗啊 蓝色二号蓝色三号主手地盗 那么这样的一个手法 可以让这个地盗 有的时候有人 已经有产生一个交战之后 就换家 你就可以只能往对方家里面奔 对 如果呢 在这一波呢 能够打得打得赢 可以压得过对方 就直接把他收掉 来不及地盗走 好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攻方已经抢占到了大门 包含红色一号在爆破门 爆破门外准备要爆门 那么红色五号 其实是手在地盗 好 这边被推了喔 手方有推地盗的倾向 好 推了以后 手家里的被打掉 啊 这样一来 整个位置要撑住 不能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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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枪掏出来还是掉了 哇 这个回合 就一开始呢 就在汤姆打掉两个之后呢 索性这时候 攻方还有稍微撑住喔 28秒的时间 CK在里面埋伏 被发现了 被发现之后 没有子弹 似乎没有子弹 张修华在后面还是撑住了 红色绕选手 好 双方比数1比1 上个回合呢 死亡月台呢 由于闪掉两队呢 就是以8比1 这个悬术比数呢 拿下了这个胜利 现在双方比数呢 在我们第二张地图呢 集地研究所 双方比数来到了1比1 至少第二回合就拿分了啦 对 稍微心里面稍微稍微 踏实了一点点 对 刚刚其实还好 我觉得是AX的反应还蛮快的 他知道地道被推了以后 有一些队友回来帮忙 所以到最后才形成人数优势 那么当然这一波 我们可以看到 游戏闪亮他们摆了一个 不太一样的一个阵型喔 特别是蓝色1号CK 在二楼位置 但是他守的并不是前段 所以这个位置 有的时候你会忽略他 如果你的炸没有丢的话 你有时候进场 发现没有人的话 你有可能 忽略这位被他偷打 就会成为他的靶子 对 当了一个眼睛 直接推二楼下面了 二楼下面这一边 有点危险 人会被吃掉 一个 两个 三个 这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平面 人人有饭吃啊 对 他是打一个情报站 二楼这个CK 一听到有人进来之后 大门蓝通直接淹过去 把这个二楼下面的东方 给全部打掉 打得非常非常灵活 这也算是我们比较少见的一个战术 一般来讲二楼这边是定点防守 就守在这边 但是他打一个情报 不过对方剩下一只狙击 狙击手 尤其闪电量队也知道得很清楚 对 刚我们在耳机里面就听到 他们就已经在互相的同胞说 剩一把狙 剩一把狙 爆破这边就要遭遇了 爆破这边躲两个人 所以Ci的位置 如果从这边进去的话 太近距离了 好 被投射了 所以其实呢 再像在SF2呢 或是在射击游戏当中 这个队伍之间的 这种所谓的情报的传递 以及情报的获得 是比赛获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对 必须要能够讲话 然后同时你耳朵要打开 因为你会听队友讲话 而且很能够应变 对啊 然后你要很要很专心在你的准型上面 所以他并不是大家所谓的就是很 打得很准啊 就是说你一直看着前面的准型开得够快 你就能够比赛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波的一个进攻走向 地道这边是来了两个 那么有可能爆破夹地道的一个战术 也不过去到这边 唐如一开始又打一个两个 在我们死亡乐坛呢 就是几乎都看我们SJ的表现 但是来到了这个极地研究所 似乎我们这个汤模打得真的很好 刚刚我觉得ACE的CI跟 红色五号的圣进场太快了 他的队友其实他是在一个外围 他们并没有直接进到大门 或在二楼下面去做一个情报的侦查 所以你进去地道很危险 因为你没有进到这个大门之后 你不知道他们的防守 刚刚很显然有一小时 他是重手在地道 所以你两个踩进去就阵亡了 那么你要做这样的一个 地道先打的话 人数至少要三到四个 你两个人阵亡 你再把它补掉 那么这样你人数是持平的 而不是说你两个进去被持掉 后面三个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对 现在真的是有点 打这里也痛 打那里也痛 不管在打哪一边 失误都是弱边 对 对方五个还有500滴 对 防守防守 守防内就可以了 或者是你情报一来 看到你进来以后 直接推地道 对 我觉得你没办法 你一定有一边的弱边 会被他吃掉 我们是二号张修豪在守家里面 那么等于是前天进攻只有两名 所以人数上面也下来不动 湯姆就打掉 湯姆就打掉 湯姆就打掉四个了 哇 这边是 所以 SJ演出一大四 那个人被湯姆给拿掉 所以没有一大五 这个回合 湯姆也演出了一大四 那一个也是被SJ打掉 两个人有心急 对 那么源自于之前这个湯姆KD掉得很低的时候 SJ有笑他 而且是在介绍选手的时候 走过去嘲笑他 所以两个人有一些心结 这边是二楼快推 这个我觉得他变换这个速度是对的 因为工方在前几个回合打的速度是比较慢 这个时候不妨尝试像现在这个快推的一个速度 用人数去压对方 那么抢到点之后换一个节奏 不要打得那么慢 因为前面打节奏很慢 而且不能扣进来 但是 喔 心可以打掉了两个 喔 再追出去 Sniper补得还不错 CIA这边尝试走前线 跟着前线 欸 胜选手一打二 胜选手打二 好 两个打一个CIA的狙击 哇 没有能够发合一又被清掉了 4比1 哇 这个回合仓姆真的是打得很好喔 对 来到了极地研究所 好像就是仓姆的天下了 对 仓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们 他之前在PTM的时候 他百万大赛的时候 也是这张地图喔 因为打掉了现在跟他同队的这个小龙这一队 而后来进入到我们的冠军决赛 而获得100万 所以这张地图对他来讲是 具有重大的意义啊 那今天表现得非常不错 二楼这边是做一个防守的众手 所以双方呢各打掉了一个 其实地道重 这个二楼众手地道就可以快推喔 不需要去做这么多的侦查 你要抢一个时间去做一些判断 好这时候其实是工方有优势 特别是他们已经掌握地道这个点 我觉得这个地方掉了太可惜了 因为你那边已经是落边了 你地道这边是两个人推是中边 所以你那边落边要守不能进 好 好 起来刚刚一个漂亮的狙击 好 红色二号这边是打得不错 你那小龙选手这边拿着高吗 你可以看到还不错 攻方这一局 好 双方比处来到了4比2 上半场的最后一个回合 这个S如果能够再拿下一分 到下半场的话 就会稍微好打一点点 对 这个输一分跟输两分 那种感觉呢 这种心态 那种心情作战的模式 是截然不同的 包含战术 你的战术有的时候因为 特别是听摆的时候 你就会不太敢躲 然后这边被炸死了 立伟 在蓝仓接近要进 蓝仓要进去这个二楼附近的位置 直接被炸死 那确实那个地方也是个雷点 只是你没有想到 尤一闪那样他丢的比较慢 对 一般是前期 一开始就应该丢 想不到他在这个 这个利用一个时间差 后期的 算中后期的时候才丢 那特别容易踩到 对 那立伟好冤枉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才死在这个手榴弹下 对 一般来讲说 怎么会这个时候丢炸弹 好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尤一闪那样摆了一个 首家的一个阵型 在目标房周围做个贴筒陣 那么同时呢 在地道是两个人做一个主手 工方其实这时候掌握二楼 就代表你已经知道 他们要嘛就是推地道 要嘛就是守在家里面 所以你这个速度可以快 那看起来 这个时候放慢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在这个大门一进去 也是一个雷点 那么你也要特别注意 所以进场比较慢 不过时间也会压缩到他们 而且他们没有开爆破 这个注意一下 没有开爆破 他们就要绕路走 所以不开爆破 你要打蓝通 这个我觉得是有一点吃亏啊 这边是两个人守在地道 我觉得很太浪费 好 这边进去了 进去了 应该会打一个铁网包 地道的一个阵型 因为没有开爆破 铁网包地道 相对我们可以看到S呢 现在真的是 有点好像过于谨慎 对 二楼都已经清空了 再来也不过剩下两个地方 好 强推 这边地道打得非常张修鸿 好 每个人都带走了两个 跟Sniper 两个人是 两个打四个 小心使得万年船啊 好 好 刚刚在地道位置 其实S打得很好 两个人进场K四个 所以基本上就已经是 把这一分收到口袋了 所以呢如果呢 S呢这样慢慢推的话呢 是有所成效的 我想他们还是 再把节奏再放慢一些吧 按照他们的节奏 按照他们的节奏 慢慢地把队友整个人都抠起了 再开攻 好 前压 首方做前压 但是被攻方 攻方 这边一个SJ又打掉了两个 对被攻方给清掉了 这边做一个蓝仓的前压 不过攻方的部分 原散量应该是 对这样的一个阵型 已经研究非常透彻了 所以你要前压他不容易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两位防守队员 我们可以看蓝色4号是往T道 好 再拉回来先带一个 两个打三个 张修华打得还不错 一对一小枪掏出来 还不错 7i选手拿着小枪 是把红色2号的队员给打掉 好 双方比数来到了4比4了 先从1比1呢 之后呢第二度的一个平手 双方比数来到了4比4 刚刚其实有一场那样有一些地方 我觉得还是打得不是特别好 刚刚特别是他们人数大优的情况之下 其实对于这个 你要去 因为你那个地方 其实你要拿包不容易 对方确实有摆一个阵 可是你其实可以从蓝通另外的地方 去做夾吉或者是铁网 你不见得一定要从那个地方做一个输出 刚才是一面的这个门嘛 你过去就被张修华打烊了 好 这样呢 张修华呢 张修华呢 对我们吴失灵喔 各带走的两个喔 对 所以让整个战局呢 就是算是一个 这个大幅度的一个逆转喔 好 这边进场咯 我们可以看到收的速度非常地快 好 诶 拉出去喔 拉出去这么一来 收完二楼然后呢 跑到外面 這邊是先確定你陣型 已經覺得說你這個時候一定是打一個 守防內的標準陣型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看到 集結四個人進了大門 三個進大門 有人被炸死了 Ci被炸死 他在鐵網區被炸死了 又被打死一個 藍通這邊守不住了 這邊地道已經出來了 守幫助後次換家 但是兩個人守五個 兩個人要守五個了 好這時候呢我們可以看到了 已經拿取的目標物了 好先補人 想辦法先把人吃掉 要不然攻方式一定會做一個加持 好修華要打掉了一個 剩選手好 掉了情況之下就 有可能被包夾了 這時候有一閃亮子要從藍牆那邊繞過來 任務開始 特別是剛剛守方 我們可以仔細看他們是做一個定點防守守家裡面 目標防 那遊一閃亮這一波是先親二樓 確定也沒人拉出來 再拉出來再進場 然後利用一個炸彈先炸死 狙擊手 爆破一開直接進場 這打得非常的 我覺得這個行雲流水 對 似乎這個戰術在他們腦海裡面 似乎已經演練過相當多次了 對 所以相對的我們就可以看到 表示 這個遊一閃亮隊算是一支訓練有數 你看他們在收完二樓 他們收完二樓的這個點 跟S收完二樓點之後 兩隊的表現是截然不同的 好這邊進場地道被打掉了 首方做一個二次換架的動作 他們是從二下這邊直接推出來 這樣的一個狀況其實對首方來講 還可以接受 可是 這個點被站住了 首方過不來 這麼一來有可能會被打正 對 因為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CK就卡在這個位置上了 還好CK 但是很快很快 目標物似乎已經快要 打正了 被跑包 Touchdown S剛剛是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剛剛其實應該正常來講 他們從二下推出來的情況 應該一路要奔對手的家裡 做好定點的一個陣型 做一個陷阱的防守 甚至四面八方的一個交叉的火力 但是沒有耶 他們反而在外圍 對 被CK這個時候只要 對 反而CK一個人卡在那邊 如同官員長的守在那一座長板橋一樣 對 雖然他最後陣網 但是他把情報帶給隊友了 而且 閃亮的反應很快 已經守很久了 對 他塞煙喔 在那個地方全部塞煙 一個人跑過去直接打正了 不跟你打了 我就直接跑包 好 這邊其實幾波的一個防 藍色五號是在地道 地道這邊是把CK也打掉 對 CK這個被打掉了 首方因為幾波的防守 都沒有能夠奏效 所以他們回歸到最原本的定點防守 不過還不錯 因為在第一波他就先取得人數優勢 對 好 開爆破 但是爆破並沒有進 地道這邊壓三個喔 三個進攻點喔 左方也是三個 哇 反倒這時候 哇 湯姆一打三 哇 湯姆這個真的是極限發揮啊 哇 真的是非常驚人 因為地道這個面 算是單一的一個輸出口 所以你這個進攻方進去 可以殺那麼多隻蟻 是不容易耶 因為對防守來講 他其實對於他比較好防 他可以在地道下面卡位置 但剛剛S似乎在下面 沒有人去做一個防守 全部是集中在地道的上面 直接過來 剛好就被打穿了 哇 今天我們真的可以看到 湯姆真的是發揮的 真的可以說是淋漓盡致喔 對 包含上半場的一個一打四 那剛才人數劣勢之下 又吃掉對方三個 連吃掉三個 好 這個時候拉過來 要直接強行打地道 地道來到四龍哥 人海戰術 兩個 三個 要踢 要踢 喔 Sniper要撐住 Sniper能不能撐住 這個地道下面的一個攻次很重要 先打了一個 太好 SJ也補掉了一個 這時候 今天最強的SJ跟湯姆兩個 SJ 一個一打張修華撐住了 這個是還不錯 還好修華呢 最後演出一個相當漂亮的一打二 把今天的表現最強的兩位呢 SJ跟湯姆呢 這個順勢的通通把他擊斃了 所以表示其實我們張修華 其實他的槍喔 也真的是還蠻硬的喔 對 他在SOL這次隊伍的時候 他的槍就還蠻硬的喔 其實SOL這次隊伍 我覺得出了名字就是槍籃 我們所謂槍籃就是槍真的很硬 但是除此之外呢 這個槍硬之外 你還是要必須 有一些比較好的一個默契配合 對 戰術 對 包含就是說 你要有一個出色的指揮官 比如說像游宜神那樣 他們指揮官就是小伊 但是他們的戰術的規劃 就是紅色五號的小龍戰術大師嘛 所有戰術都是他來做一些設定的 但會去跟隊員討論 他們會做一些分工 那麼所以呢 其實這個除了有槍籃以外 你還必須要有一個好的Leader 所以這樣子就很容易呢 一個好的一個指揮官喔 可以讓隊伍上的每一位選手 發揮出他最大的一個長處喔 不錯 這邊是守著家裡面 然後防守方的部分 沒有做一個二樓縱訪 也沒有做地道的一個前壓 直接要在目標坊周圍做一個戰場 CIDO這個位置有一槍的機會喔 因為自己擺一個 好 爆破這邊開了 進來沒看到人 但是 哇西 修華的位置被打掉了 CIDO還不錯 打了兩個 撐住了 這一波有撐住 撐一下小龍 直接被打掉 Sniper還是依舊非常出色的發揮喔 7比6 喔 這一個 連續兩個回合 S都守得不錯 特別是剛剛這種定點防守守得好喔 那麼 應該繼續 對 應該就繼續了 因為前面有做二下的換家嘛 然後還有做這種 一二波在地道推進都失敗 好 這時候 有人要往外推喔 地道這邊是 藍色3號4號往外推了 好 被推出來了喔 有沒有人在看屁股 來 紅色的號 拉出來 打了兩個CK 這麼一來 側翼再一個結束 好 那我們在這邊也恭喜呢 遊蟻閃亮隊呢 又以8比6拿下了今天的比賽勝利 我們休息一下等一下呢 再回到呢我們比賽的現場 歡迎呢回到呢我們超級強者擂台賽 我們的比賽現場 那今天呢同樣我們要恭喜呢 我們遊蟻閃亮隊呢 又是以2比0的資資呢 拿下了今天呢 本週的一個衛冕者喔 那我們在我們身旁呢 為大家邀請到了說我們基地之王 說我們湯姆 那談談呢這個湯姆呢 為什麼呢這個你最近的這個KD 一隻喔 這個飆升得如此的這個訓說 因為被SZ嘲笑的關係 他之前嘲笑我 所以現在我都換我嘲笑他 喔 那今天我們可以看到呢 在極地研究所呢 你個人呢這個這個 極殺了有22名的這個敵軍喔 那你針對呢 在極地研究所呢 這樣記錄當中 其實你有沒有特別做過 什麼樣的訓練呢 沒有耶 我覺得殺這麼多 是因為我們戰術設計上 我的位置本來就有很多破口去突破 所以嚴格上來講是 隊友幫我吃到機會 我才有這個機會殺這麼多 是的 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是我們遊翼閃電量隊呢 他們整體的一個團隊的戰力呢 真的是相當不錯 那今天呢 剛剛我們在節目當中有提到呢 我們遊翼閃電量隊呢 我們張家華教練呢 有準備了一份呢 是我們這個網銀的年曆嘛 原本是要送給我們的 但是因為上面有張家華呢 所以我們決定呢 把這份年曆呢捐出來 那送給呢 參與呢 我們六都呢 這個命名的這個投票的活動 所以呢也請呢 大家呢不要忘記呢 可以呢到呢 我們SF2的官網呢 參與投票 那我們問一下呢 張家華 下個禮拜呢 是不是呢帶著呢 我們遊翼閃電量隊呢 繼續呢接受呢 其他隊友的挑戰呢 對 沒錯 我們選擇繼續接受挑戰 是的 那我們稍坐休息一下 等一下呢再回到呢 我們超級強的擂台賽比賽的現場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